不安防 神的百姓不安防 也何妨 你将这尘交给我们 让高高的身体不屑心 直到我们 感见呼吸 第二姐妹早安 让我们在上帝的面前 享受这美好的日子 享受美好的敬拜 主 求你保守 我的心 我的意念 使我能够尊心你之意 我愿 将你花余生藏在我心 做路上的光 成为我教前的灯 好主 求你坚固 我信心我的力量 使我的意 勇敢向前行 因我 直到有时 我仍会软弱 求你带领我 使我不会再退缩 我需要有 你在我生命中 好让我一生 能学你的钥匙 使我能成为你所幸悦的 而你是我的生命 能够展现你荣耀 好主 求你保守 我的心 我的意念 使我能够尊心你之意 所愿将你花余生藏在我心 所愿将你花余生藏在我心 所愿 将你花余生藏在我心 作路上灵光 成为我教前的灯 成为我教前的人 因我知道有时我愿会软弱 求祢带领我使我不会再退缩 我需要有祢在我生命中 好让我一生能学你的良心 使我能成为祢所喜悦的儿女 使我的生命能够展现祢荣耀 主求祢来保守的心 保守的意念 主求祢保守我的心 我的意念 使我能够遵行祢之意 不愿将祢化与神藏在我心 作路上的光 成为我将写地等 主求祢健康我心心 我的力量 使我的勇敢向前行 因我知道有时我仍会软弱 求祢带领我使我不会再退缩 我需要有祢在我生命中 好让我一生能学你的良心 使我能成为祢所喜悦的儿女 使我的生命 使我的生命能够展现祢荣耀 使我们此为祢所喜悦的儿女 是我的生命能够彰显你的荣誉 我需要有你在我身体中 好让我一生能学你的样式 是我的臣为你尊喜约定 是我的生命能够彰显你的荣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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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同生该口来祷告 来向我们乞乞的天父说话 早上就把你最想要说话告诉他 同生该口来祷告 哈利亚主掌在这一神秘人面前 买在你从一神秘人面前 来到你的荣誉 好祝你何的神秘要向你 是何的爱不得 是你后期的位置 要能够彰显 用你生命能够彰显 祝你何的神秘才能够彰显 他能够彰显所有的五星在家 光照自己走在你 你在我们的生命中 我们永不再害怕 主我们感谢主 祝你今天早晨 孩子带着耳底的心来到你面前 这就是属于父亲跟孩子相聚的日子 主要这是一个最棒的家庭时间 主要早晨让孩子的心一切都放下来 主要让孩子的心思意念 主要那些挂虑都稍稍微微的放下来 单单享受跟父亲在一起的喜乐 主帮助我想要来到你怀里 想要来到你怀里 主要不是因为你会给我什么 不是因为你好像不一样 而是我知道爱在那里 而是我知道在那个里面 有一种满足 有一种喜乐 好像父亲巴不得看他的孩子 好像那个恋爱中的情侣 巴不得见到彼此一样 主我不知道为什么 主要但早晨 我就是想要来到你面前 更认识更亲伴 主要这不是上对下的 主要那是一个灵里面的亲密 主早晨的时候 带领孩子进到那个亲密当中 主要我真的快跑来到你的面前 主要拥抱你亲吻你 主要也让你深深的抱着孩子 主要那孩子在你的怀中 享受那被你亲吻的那个温暖 主要这是何等的美好 主何等的美好 主要带领我们每一个弟兄姐妹 都进到那个美好当中 Oh 耶稣 Oh 耶稣 耶稣 亲爱的阿爸父 亲爱的阿爸父 今天早上是你的早晨 主要求你让孩子 就单单靠在你的胸膛上 享受阿爸父的温暖 是的 亲爱的阿爸父 求你的爱深深的再次拥抱我 主 我这不堪卑微的孩子 主 我需要的不是这世上的一切 我需要的是单单你爱的拥抱 主啊 只有你能再次满足我 只有你能再次融化我 主 让我靠在你的怀里 知道阿爸父 原来你这么爱我 原来你这么在乎我 主啊 求你让我常常的 这样子融化在你的爱里 融化在你的怀里 主 只有你能够充满我 主啊 只有你是我的一切 主啊 也求你让我常常 化在你的怀里 主啊 其实 当孩子越靠近你 孩子才深深的发觉 主 其实你也好希望 孩子靠在你的怀里 主啊 其实你常常在呼唤孩子 主 求你让我的心思意念 常常是转回回到你的身上 不管我在做什么 不管我在哪里 主 我单单是为着你 单单是向着你 求你让我的生命 真的是成为那一首 对着你唱出那个 从心而发的一首 唱给你听的歌 主 还是向你献上感谢 主 因为当你的欢喜快乐 也才能满足我的心 主 原来这是我这一生的目标 主 我这一生的目标 不再是在这世上忙忙碌碌 或是要做些什么 我这一生最大的满足 就是看见主你对我的微笑 谢谢你 主 我爱你 我爱你 谢谢你 是的 主 我们真是需要有你 在我们的生命中 主啊 感谢你 主 当我们要来寻求你的时候 主 我就看见那钉横的双手 大大的张开 要等待着我们 要拥抱着我们 主啊 谢谢你 谢谢你的爱 是何等的长阔高深 主啊 是我们无法撤透的爱 主 谢谢你 谢谢你舍了自己的生命 好让我们得以来亲近你 主啊 能够这么近距离的来 享受主你给我们的爱 主啊 圣灵的感动 也使我们能够真实地感受到 主你给我们的爱 主 谢谢你 谢谢你 主啊 让我们能够在早晨这么享受 浸泡在你的里面 谢谢主 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 阿们 亲爱的姐妹 感谢主我们早上 可以一起来到主的面前 来亲近他 来敬拜他 让我们的心向着他敞开 我们也邀请亲爱的圣灵 可以自由地来运行在我们当中 对我们每一个人来说话 我们已经用了一阵子的时间 来探讨信仰跟工作的一个关系 今天最后一次跟各位来分享 我们首先来看一段的经文 我们先一起来看 《使徒行传》的第四章 《使徒行传》的第四章的第十二节 在《使徒行传》第四章第十二节 这边说 没有其他的一个拯救 没有其他的一个拯救 唯有耶稣基督 祂是我们的拯救 今天想跟各位分享一个 我个人的一个故事 我们的家族 我自己 我是当牧师 可是在当牧师之前 那时候我很小的时候 就在国外读书 十三岁就一个人在国外读书 那我父亲也是医生 我祖父也是医生 那我外祖父也是医生 我们是一个医生的一个世家里面 那因为我祖父就只有一个儿子 我父亲 我父亲也一个儿子 就是我 所以呢 我们等于是世代呢 好像就是应该要当医生一样 那我在大学的时候 自然而然 我所选择的就是医科 就是预备要去医学院这样子 只是在最后大学的最后一年的时候呢 有了神的呼召 我在人生那个时候 做了一个非常大的一个改变 成为一个传道人 我开始走一个要服侍主的路 而不是走我自己要走的路 但是呢 在这个故事的后面呢 还有另外一个故事 原来是在我曾祖父的那一代呢 他有许多的这个孩子 十几个 十一二个孩子 那他们是非常的贫困的 那家里面是做这个做面的 那在这么多的孩子里面呢 那我的祖父呢 是排行老二 那他非常喜欢读书 可是那时候在这个日剧时代的时候 至少在我们家这边呢 是非常贫困的 那我的曾祖父认为说 这个要生活都过不下去了 哪有时间去读书呢 但是我的祖父呢 他不愿意放弃 他等于是只要有机会 或是在厕所里面 或者在送货的这个过程当中呢 他有机会就拿书起来读 但是我的曾祖父是非常反对这件事情 结果呢 这整个故事的发生是在 最后的时候 我父亲一个人跑到台北来 来考试 结果居然考上当时在日剧时代的医学院 所以那个时候整个这个消息传出来的时候 整个家乡家族的人非常的震惊 他等于是有点是考上状元的 这样子的一个意思 虽然我曾祖父非常不能谅解 但是很多人讲说 你儿子都已经考上了 你就让他读吧 后来我父亲呢成为 不是我父亲 我祖父成为一个有名的一个医生 那因为他成为了一个医生之后 他整个经济环境都改变 甚至到后来又成为一个一个议员 那他就对整个家族 至少我们姓黄 黄家家族呢 有一个非常大的一个影响力 那许多他们的兄弟姐妹 或者是很多人的 那个家庭的生活 因为我祖父的缘故而改变 那对别人改变多少 我们不一定确定 但是对我们家 自这个家来说 改变非常非常的大 那为什么讲这个故事呢 因为我的祖父呢 可以从一个非常贫困的 一个这样子的情况之下 有一个翻转 他等于有点像是 我们这个家族里面的一个传奇 那因为他所做的事情 他成为这医生这件事情呢 就变成一个非常重大的一件事情 以至于我父亲也成为一个医生 以至于我父亲也期待我成为一个医生 我记得我从小到大 我没有人特别教我 但是我心里面总是有一个概念 我人要成功的话 就是要成为一个医生 所以这个对我来讲呢 这个压力非常非常的大 就是说我不能解释 为什么我们要这样做 可是我认为这可以说是 最重要的一件事情 直到呢 其实我一直都不明白 那时候我准备要转向 要成为一个传道人的时候呢 其实呢 不止我的父亲 我们的家人都非常非常的一个 反对这件事情 虽然在那个时候呢 我的父母亲他们都已经是基督徒了 可是他们很不能理解 为什么你要成为一个传道人 当然这个是一个很长的一个故事 后来我的父母亲呢 最后也是支持我 而且他们非常的帮助我 成为一个传道人 我真的是非常感谢他们 但是我今天所要讲的是一件事情 因为我祖父的一个关系 因为他的工作上面有一个突破 这个事情带给周遭的人 非常大的一个影响 到一个地步 请你注意我要说的话 这个工作呢 成为我们皇家 或者是我祖父成为医生 这一件事情呢 成为我们皇家的一个救赎 我再讲一遍 因为他所做的事情 这么大的一个突破 带给人这么大的一个祝福 甚至成为一个传奇 所以以至于呢 他的工作 我的祖父的工作 成为我们家族的拯救 成为我们家族的救恩 所以呢 我们就知道说 因为他 所以带出来这样子的一个结果 所以我们每一个人都拼了命 想要继续跟他一样 因为我们认为 人生的盼望就在于此 我们人生要得到救赎的话 一定要做同样的事情 亲爱的弟兄姐妹 亲爱的朋友们 我讲这个东西很重要是 你不一定是一个医生 你知道每一个人 在他里面都有一些的 怎么讲呢 有一些的信念 在他的心里面就说 只要我做到这件事情 我就可以得到拯救 你不一定用拯救这两个字 你可能会讲说 我如果有这个 我就快乐了 我如果有人 他一生就是想要做一件事情 他想要嫁入豪门 真的很多人在想 我就是要嫁到那个 他对自己有一个定义 或是我只要娶到了 我只要有孩子了 我只要拥有什么 我只要有那间房子 或者是我只要做成这个事业 我就OK了 或者是我就会很快乐了 那从另外一个角度就说 如果今天我没有这个的话 这就是世界末日了 所以对那时候我来讲 如果当医生 是这么重要的一件事情 如果我不能当 那就是世界末日了 那时候我常常跟主祷告 说主啊 那时候我十几岁信主之后 我就开始跟主祷告 说主啊 你帮助我一定要成为一个医生 那如果我成为一个医生 你让我成为一个有名的医生 最好当然也要有钱 有名又有钱的医生 那我不会忘记你的 我一定会奉献给你的 我从很早就在跟神 在做这个交易了 在办一些的交涉 什么意思呢 虽然我有信仰 但是神 祂不是神 神只是要帮助我来完成 我想要完成的 亲爱弟兄姐妹 你明白我要跟你讲什么吗 许多时候我们有信仰 因为我们认为信仰 对我们的工作会有帮助 信仰对我们的家庭 可能有帮助 信仰可能帮助我人际关系 或帮助我个人健康 帮助我的情绪 可是我们不把神当作绝对的 祂是完全的 我们的期盼 我们的盼望 仍旧在一些的人事物上面 更重要是我今天讲工作 我们把我们的人生的盼望 放在工作上面 我们认为只有工作的成功 事业的成功 那个就是我 或是我的家人的救赎 亲爱的弟兄姐妹 容许我这样子讲 在《使徒行传》四章十二节讲说 除他以外 别无拯救 当我们要 我们除了神以外 有另外想要有所得的 这都是带给我们 最大的痛苦跟挣扎的 一个主要的一个来源 亲爱的弟兄姐妹 尤其你是基督徒 我一定要诚实的告诉你 当你的人生 别有所求的时候 除了我们的主 我们的神以外 别有所求的时候 你要确定一件事情 这一定会带给你 极大的一个痛苦的 为什么呢 因为这一些的人事物 他不是你的救主 他没办法带给你拯救 我再举这个例子 有时候我们认为说 我只要娶对人 或是我嫁对人 我就会快乐的 我们认为娶或是嫁 婚姻是我们的救赎 亲爱的弟兄姐妹 没有一个人 可以真正拯救我们 我跟你讲实话 你如果把一切的期盼 放在你先生身上 放在你太太身上 他一定会让你失望 而且这是不公平的 没有一个人 可以像神一样 来满足我们 奥古斯丁就讲说 神创造我们的时候 在我们里面放一个空虚 是只有他自己 可以来填满的 你如果期待 另外一个人 或是一个事业 或者是一个物质的东西 可以来填满满足你 你真的是误会了 那是不可能的一件事情 所以有时候 我们强要求 我们的另外一半 来满足我们 其实这是做不到 没有任何一个人 可以做得到 只有神 他自己可以满足我们 真正的可以帮助我们 所以使徒行传讲说 除他以外 别无拯救 因为在天下人间 没有赐下别的名 我们可以靠着得救 亲爱的弟兄姐妹 牧师用一段时间 一直在讲这些的 有关工作的事情 最后我要用这个 来做结束 神到底是你的神 或者是你的工作 是你的上帝 这是我们要做的 一个决定 如果你把工作 拿来当作是服事神 的一个途径 这个是没有问题的 你如果把工作 当作是来服事人 表达对神的 爱的一个机会 非常的好 如果你把工作 当作是一个祝福 是神在你生命当中的呼召 感谢赞美主 但是如果你来寻求神 是为了让神 只是来帮助你的工作 你的生命颠倒了 这个会出状况的 很多人最后 他可能出了事情 再来找牧师 说牧师这该怎么办 亲爱的弟兄姐妹 我现在就告诉你 该怎么办 人生的这个优先顺序 一定要准确 亲爱的弟兄姐妹 我再讲一遍 除了他以外 我直接讲 除了耶稣基督以外 别无拯救 包括你的另外一半 包括你所有的财产 包括你的事业 包括你的工作 我要直接告诉你 他们没办法拯救你 只有耶稣基督 祂是唯一的拯救 别无拯救 亲爱的弟兄姐妹 你要把我们人生的盼望 从这些东西带回来 再次对焦在主的面前 而正式看待工作 是用来服事 用来爱别人的方式 是主耶稣愿意成为 多人的暑假 把自己给出去 当你真的愿意 这样做的时候 亲爱的弟兄姐妹 你会找到人生里面 真正的平安 你会找到人生里面 真实的意义 而且你会活得 非常非常的快乐的 求主帮助我们 我们这一段的时间里面 希望说对你有一些的帮助 求主帮助你看见 真的工作是神所赐的 是为了要祝福我们 祂不是要咒诅我们 而且工作呢 是神的一个呼召 祂不是一切 但是呢 祂是神的呼召 呼召我们 不是要来自我实现 是呼召我们 来彼此来服事 当我们真的愿意 彼此服事的时候呢 我们就是爱了神 求主帮助我们 再一次的看见 除祂以外 别无拯救 感谢主给我们这个机会 跟各位有一些的交通 我们用一点时间 一起来祷告 我们用一点时间来默想 让圣灵来光照每个人 我们一起开口 来到主的面前来祷告 祿佛很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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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以说除祿以外 天下人家 守护 祿佛很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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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祿佛十五 祿佛 Project 祿佛很赞 祿佛聖 祿佛 pase 以致其他东西都是附加的 主啊 在这美好的日子 主啊 帮助我更深的与祢连接 主啊 以致我不是在工作里面寻求拯救 我不是邀请祢帮助我的工作 主啊 我乃是控制我的工作 管理我的工作 以致祂可以来服侍祢 谢谢主 是的 主啊 除祢以外别无拯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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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啊 求祢把这句话深深的刻在我们的心上 主我们这一生是为了要服侍祢的 是为了要荣耀祢的 主啊 每当有其他的东西影响我们的时候 求祢这句话深深的从我们的脑海里面就浮现出来 主我们何等的需要 主我们只有需要祢 主 只有祢是我们的满足 只有祢是我们的依靠 只有祢是我们一切的一切 主我们赞美祢 贵荣耀给你 是的 谢谢主 主 我好需要祢 主耶稣我们真的好需要祢 主 祢的名是我们所依靠的 也只有祢的名是我们所能够依靠的 主耶稣除祢以外别无拯救 再美祢 主祢的名如此的美丽 如此的可爱 如此的有能力 主再美祢 主 我要天天定睛在祢身上 主因为祢的名能够拯救我们 拯救我们这个罪人 谢谢主 谢谢主耶稣 是的 主耶稣 主耶稣还是感谢祢 还是赞美祢 还是知道除祢以外别无拯救 但是这个软弱的心 主啊 我们真的是罪人 求祢时时刻刻地提醒我们 让我们能够用祢的眼睛来看这个世界 让我们不管是看到什么 什么样的人 我们都爱祂 我们都喜欢祂 我们看到我们不喜欢的人 主耶稣求祢也来感动我们 让我们能够用祢的眼睛来看它 就是让我们遇到不喜欢的工作 求祢用那圣灵的话语 放在我们的心里面 让我们知道 我们所有的事情不是在为人做 不是为这个世界 那是因为 因为祢先爱了我们 然后我们要把这个爱传递出去 爱每一个人 感谢赞美祢 让孩子知道这样的道 感谢祢为了我们道成的肉身 孩子献上 孩子的感谢 别除地以外 别无拯救 哈利路呀 谢谢主 主孩子要谢谢祢给我这一段的时间 来分享这些的信息 主孩子知道能讲得非常地有限 恳求那真理的圣灵 继续地运行在我们当中 带领我们都进入一切的真理 谢谢主祢的恩典 谢谢祢的同在 愿主祢持续地工作在我们当中 将荣耀归给祢 这样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 请风暴过黑夜 祝祢的圣灵 祝祢的圣灵 圣天恨静 清风暴泊黑夜 独结末月阳海 有诸首切音笔 已久勇往向前 愿所思不及 优优独结末月 谢谢大家